建材裸裸在帆布外面 沒蓋好上頭 似乎有點腐朽還有泥泞 盯好的木架 則是直接放在工地現場 實施的沒有遮蔽物 這些可都是重組 新北投車站的高級檜木 民眾目睹了說 有小狗小貓在這邊隨地的變異 現在在我左手邊 就是新北投火車站 重組的工地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建材 現在上面都已經有用帆布蓋住了 不過在這之前 那些從老火車站拆下來的 原始建材都是裸露在外面 任由風水雨打 百歲車站回娘家 但預算2000萬的重組作業 一再出包 先前就曾爆出車站氣窗 被隨意丟在雜草泥泥堆 現在檜木建材又沒好好遮蔽 帆布墊在下面 其實這邊都積水了 有些地方還沒有 那甚至在前幾天看的時候 這樣子的構建 這個古蹟構建的部分 它都是直接曝露在雨水當中 也沒有尬 1916年啟用的新北投車站 是不少老北投人的回憶 當初為了建杰運而拆除 1989年簽到彰化 想在100歲這一年 回到原建地旁的騎行公園 卻不太順利 管理不當的 該處罰依合約處罰 今後再發生類似狀況的 一定依依做鋼獎的嚴格處理 文化局表示 將會查看檜木有無受損 再決定會不會開罰 要是古蹟真的受損了 恐怕是誰也復原不了 就好 下屏 憲林台報道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